可以把鯊魚叫出來 變成一個 吸引玩家拍照打卡的東西 這招比較變態的是 你的人直接不在上面 然後你的鯊魚可以自己在那邊操作 白鬍子的人力啊 鎮鎮果實 很像地震波一樣 這超帥的 好可怕喔 我上載之後 人竟然會出現在小馬上面 太奇妙了吧 幽靈馬車 歡迎收看我不喝難題頻道 家居玩水牛香腸派對 這一集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新的BUG 因為上次有教大家怎麼去用快速飛行 超快速飛行的BUG 然後我就想說試一下其他的身份卡 如果一樣用一樣方式的話會變成怎麼樣 然後我就測出了一個身份卡 有一個蠻有趣的玩法 就是我們的海王卡 海王卡如果用今天的 超快速飛行的話會變怎麼樣呢 我現在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蠻特別的靈魂脫體術啊 首先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們可以現在設定這邊對不對 操作模式 致力面板 然後你選擇載具 把這個控制鍵的部分啊 這個控制鍵移到右邊來 這樣你會比較好按啊 然後又另外一顆這個換位置的其實還好 主要是這個按鍵 這個按鍵可以把它移過來 OK 移過來後等一下你拿槍的話會比較好 換位就是比較好使用出那一招啊 然後這個是純屬好玩啊 就正常模式就不要用了 然後你就可以在訓練島玩玩看 之前分享的是球球身份卡吧 然後我們這次呢 我自己測了一下海王身份卡也可以 這個遊戲的bug真的是無極限啊 太厲害了 我想有些玩家應該還蠻喜歡玩 這遊戲的bug的部分啊 好然後我們再來要拿幾張東西啊 其實彩虹人員可以稍微拿一下 再來要拿我們的 欸這個 床重膠囊 床重膠囊可以拿 有一個很帥的特效 叫做魔王來襲的特效啊 我拿一下 我包好了 然後今天大家可以拿巴雷特 因為巴雷特他切槍的時候他開進比較慢 所以比較好上去載具 這是玩家分享的 好接下來我們就直接呢 飛碟的部分 我有測過啦 飛碟的效果比較沒有那麼好玩 所以我們先去用飛碟去開呆呆龍來 其實不一定要呆呆龍啊 小馬也可以 所以你在遊戲中有拿到 小馬的話呢也可以玩這一招 然後呆呆龍的話呢 會比較好笑 就是有點像是在駕駛呆呆龍 欸怎麼這樣 等一下看一下就知道了 好我們先開呆呆龍 接下來我們方式一樣啊 就是你先用 切成槍嘛 再來呢 我們靠近載具以後 會有一個乘坐的按鍵 這個是駕駛嘛 對不對 然後這退出 然後退出在這裡 然後呢 左邊有一個下面有一個 乘坐的按鍵 我們現在用乘坐的按鍵呢 去使用 如果你直接乘坐的話 不能用海王卡的技能 就不能召喚鯊魚嘛 那如果說你今天呢 按下瞄準開進鍵呢 加上我們的乘坐鍵 不是駕駛鍵喔 好這樣沒有 我們再來 只要按得出來的話就出來了 現在已經靈魂出竅了 有沒有看到 鯊魚跟我們分開來了 誰把鯊魚叫出來 這個就是你如果 呃 在乘坐的瞬間你跳出來的話呢 鯊魚會在旁邊啊 所以我們平常是看不到鯊魚出來 你結果用飛碟的話也會這個狀況 就是鯊魚會停在原地 然後呢變成一個 然後呢 吸引玩家拍照打卡的東西 再從後面狙擊他 這滿好笑的 這是第一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說 你可以把鯊魚召喚出來 讓他在旁邊 然後這方式就是你剛剛 呃 召喚出來後 馬上按跳鍵的話呢 你就不會在龍上面 也不會在鯊魚上面 然後鯊魚就會停在原地 非常的奇妙的畫面 然後這鯊魚的話呢 你要打他都可以 如果你先用飛碟的話基本上你用剛剛那招方式呢 都叫出來的方式都會是鯊魚在外面 然後鯊魚就是會像這樣 然後你可以把它打掉 打掉的話就不見了 然後又可以再叫出來 很奇妙的是可以叫出第二次 而且可以重新計時他CD值 對變成說鯊魚他有兩次的CD值啊可以用 這個很奇妙 那我現在是不是第二段CD值 剛剛不是召喚過一次嗎 現在又可以召喚一次 這個bug的話也讓官方知道一下 現在幫官方抓bug 所以官方如果知道有bug的話趕快修一修吧 不然之後這個遊戲又要被玩壞了 接下來我們測另外一段 剛剛那個是第一個階段就是呢 鯊魚分身 那鯊魚到這邊來 然後你的人呢可以離開 離開他有CD之後你可以再變身 可以再召喚鯊魚 蠻奇妙的 有點像是吸引玩家發現 欸怎麼是鯊魚在那裡 然後你再偷偷收集他 這應該也是一個戰術吧 好接下來我們再試第二階段 我們等一下秒數 然後我們再玩另外一種方式 一樣是 先上去再說 好上來後的變身 我被彈出來了 鯊魚去哪裡了 鯊魚不見了 鯊魚其實在後面 鯊魚躺到後面去了 球為什麼沒有 我現在他這個鯊魚卡住了 現在是鯊魚卡住了 所以他不會消失了 他這玩法的話會有些Bug在 現在這個重置一件壞掉了 所以要把這個卡片呢 丟掉 重新裝備 這樣就好了 他如果有Bug的話 你就重新裝備 然後我這邊損血了 然後我們現在先補一下血 這個玩法有一個風險 就是 如果你把那個鯊魚打死的話 好像自己會損血 所以看我血量現在剩這樣 這玩起來有點風險存在 那一樣就是你們可以在 這個訓練場這邊玩啊 基本上比較不會影響到 正常模式的玩家 原來這遊戲Bug真的是超級無敵多啊 我很少遇到 一款遊戲Bug可以這麼多這麼有趣的 算是有趣的Bug啦 接下來用玩法 另外玩法可能要回去另外一邊耶 可能要去這個地方 我測的時候是在這邊可以用出來 剛剛在空曠的地方好像用不出來 不知道為什麼 我試一下喔 回到這個地方 有另外玩法就是鯊魚的 分身玩法 好我先回到這邊 因為他原本是停在呆呆用這裡 那我們一樣是有可能這邊空間比較窄 所以他出不去 OK我們再來 OK 等一下 沒成功 沒成功 他每次不一樣耶 我怕我打這個殺魚是不是我會損血 沒有我沒損血 他就壞掉了 重新裝備 沒損血了 我損血了 不完經就損血了 他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使用出了這個奇怪的Bug所以損血了 那還是建議不要在大家不要在那個正常模式玩一口會被檢舉啊 然後通常就是訓練場啦 訓練場至少不會影響到別人的分數啊 那也不會有遊戲平衡問題 因為你在這邊測試 一些Bug 讓官方知道要改哪些東西啊 這希望之後可以改掉 我目前測到海王卡可以 其他卡片我相信也可以玩這個奇怪的招式啊 所以大家有空再來測試 我知道了 我們可以去試另外一隻 有一隻小馬也可以 小馬也可以玩這一招 我們不要用袋袋用小馬好了 袋袋弄不出來的話 你們可以用小馬 等一下我想試一下多人模式啊 大家只看到鯊魚會覺得怎樣 會不會覺得好笑 人怎麼見呢 幽靈馬車 好這邊 小馬也可以 只要有副駕指數應該都可以啊 等一下我再測其他東西 我們先測他小馬行不行 這個按久以後你就會習慣了 ok 沒有沒按到 再一次 好可以了 好這就是我講的另外玩法 另外玩法的話 是鯊魚會分身出來啊 用小馬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用袋袋龍啊 所以說 這個好玩的地方就是 人不見了 你們知道嗎 人不見了 然後你變成鯊魚載具 所以人可以先躲起來 可是玩家打這個鯊魚是 鯊魚是會死掉的 可是我相信鯊魚應該可以撞死其他玩家 這招比較變態的是 你的人直接不在上面 直接人消失在上面哦 然後你的鯊魚可以自己在操作 然後再來就是你可以按這個 傳送膠囊 加傳送膠囊 會發生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啊 叫做 魔王特效 我們先開一個 你看我現在用完傳送膠囊 沒有 沒有反應對不對 等一下就會有反應了 要等這個變身完畢 然後我們現在呢 就可以開著鯊魚到處走啊 鯊魚載具 鯊魚直接脫離了主人 他主要這個bug是因為人物 現在坐在 馬上面 然後你的人就可以出來了 你的鯊魚就可以 靈魂脫體了 所以算是 鯊魚分身數 而且下以後你會發現我的人 在這裡 剛忘記先按取消了 按取消的話呢 就人會回到那個 人會在空中 我記得是這樣 我們再測一次 而且剛剛這樣子人是不見的 所以人不會被打到 可是通常大家都會先打鯊魚啦 好我們再試一次 我換另外一台車好了 看看這車子可不可以 這車子我反而沒有測 應該也是可以啦 因為只要我副駕駛就都沒問題 欸 我人不見了 欸 我上去後人不見了 啊 我知道為什麼了 我的人還在小馬上面 哇塞 哈哈哈哈 靈異事件 靈異事件啊 太好笑了吧 欸 好可怕喔 我上載具後 人 人竟然會出現在小馬上面 那哪一個才是真身啊 這哪一個才是真身啊 太奇妙了吧 等一下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等一下 我看一下 欸 坐飛碟可以耶 坐飛碟可以 等一下 是不是因為副駕 欸不對啊 我再試一次 欸 這是又發生什麼事 他這bug 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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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妙了 欸 真的 哈哈哈 又上去了 幽靈馬車 這台車的上面沒有人 好奇妙喔 哇 這邊上面有人 等一下 我再坐 我坐這台 欸 我坐的話就不能騎耶 我現在騎上去反而不能騎 又把遊戲玩壞了 啊 OK 總之幫遊戲工具抓bug啦 他們抓這bug後會慢慢修掉 欸 我再試一次 那我現在再進去會發生什麼事 現在靈魂是還在上面是不是 欸 回來回來回來 正常了好正常 OK 正常 那我們再來測這台吧 好奇妙喔 這個真的是建議大家在訓練場玩 真的不要去正常模式 你真的會被檢舉 那我只是提醒大家有一些有的沒bug OK 這個車子的話就會變分身術啊 就是鯊魚在旁邊而已 不能開他 這樣的話比較無聊一點 就你不能開他就對了 好 現在關不掉了 我們就要把他重置 海王卡先丟出去 再拿回來 OK 就好了 那我們再來呢 這隻鯊魚先不管他 所以小馬小馬比較好 因為小馬他體積比較小的關係吧 所以你人在上面他被推出來 然後這台可不可以 這台應該也可以測一下 剛剛這個蠻好笑的欸 人竟然 坐上平台車 然後上面會有人 那敵人如果打的時候會打到誰呢 這個有點奇妙 這個就不知道怎麼測試了 可能要開房測試吧 總之這遊戲蠻多奇怪的bug 大家可以在訓練場 試試看 好 我們再來試一下 幽靈馬車 這台會發生什麼事 試一下這個喔 機器人 因為機器人在變身後不能夠做人 所以我們在變身前呢 試測試 好 我們先開過來一點 看機器人加鯊魚會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鯊魚靈魂出體真的是蠻好笑的 因為平常你要看到鯊魚單隻在外面是沒辦法 因為上面一定會騎一個人嘛 然後現在這方法可以讓你看到鯊魚在外面 我覺得真的還蠻可愛的 來 我們來測一下吧 有了 一樣是 這樣子的話一樣是 欸 不見了 出來了出來了 他在上面 這樣的話一樣是靈魂出體啊 就是他所謂在旁邊而已 分身術 應該叫分身術 靈魂出體應該是我們可以移動的方法 好 再來我們先把它重置吧 總之來講你就海王卡丟掉再重置啊 他右邊的CD值就會正常了 然後他會損一點血 我不知道是不是懲罰機制 有可能是懲罰機制吧 然後希望官方看到這個影片以後呢 下一次改版可以把它修掉 因為我發現我相信一定有一些玩家也知道 然後我告訴大家 大家之後可以反犯這些奇怪的Bug 你看到這個鯊魚一隻在走 就是遊戲Bug 可能有些玩家已經知道了 在看這支影片之前都知道了 然後我只是講一下 就是不要在正常模式用啦 你在訓練場用應該是還好 因為畢竟讓其他玩家看到奇異的畫面 這遊戲他原本就是比較苦手的吃雞遊戲 一樣 欸 小馬勒 我覺得還是小馬比較好玩 因為小馬的話靈魂出體 好可以了 欸沒有沒有沒有 果然 看來是動到後就不行了啦 不過好好笑啊 這什麼鬼畫面 你看馬跟鯊魚合體了 超奇妙的畫面啊 欸這個合拍一下 他在馬馬 鯊魚在騎小馬 鯊魚騎小馬 好接下來我們去多人模式測一下 OK到了 到以後我們這邊要低鯛一點 這邊玩家還不知道我要幹嘛 小馬也也被騎走了 可惡 欸 呆呆沒有人搶 呆呆沒有人搶 那我們可以玩 快快快趁現在 OK 靈魂脫體 找到我們現在呆呆 呆呆 呆呆呆 有鯊魚出來 然後這次我們先玩這個 先放一顆床上膠囊 好你看我現在人有沒有 在呆呆呆上面 那我現在可以開這個鯊魚 所以靈魂脫體 那我趁靈魂脫體 都趕快看其他玩家 會發現說 上面沒有人 看看會怎麼樣 欸 他們有發現上面沒有人嗎 我剛才放個石工匠 是因為等一下可以做個特效 很酷的魔王特效 等一下可以 欸 其他玩家呢 欸 看不到其他玩家欸 為什麼 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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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呼 他們都發現人不見了 喔呦呦呦 他在射我的 鯊魚 那你覺得很奇怪人怎麼不見了 嗨 靈魂脫體啦 有沒有看到靈魂脫體 人不見了 欸這有其他人 啊我要變回來了 啊我剛剛忘記按了 又忘記按了 要按那個才行啊 欸我回來了 我瞬移了 我瞬移回來這個地方了 好奇妙喔 而且他這個座位變兩個人有沒有 很奇怪 我們要重新退出才行 再上去就可以了 我現在不要動這隻呆呆龍的位置 我先把它坐著 不然等一下會有其他玩家搶 現在等一下秒數 靈魂脫體很好笑喔 他不可能會以為是顯示bug 可是不知道其實是靈魂脫體 而且剛剛重點是我人原本在那個地方 然後消失後我人又回來了 所以這變成是一個 無人機的偵查方式嗎 偵查 決勝圈有沒有敵人 開玩笑 大家不要真的不要去 正常模式玩 真的人家會以為你是外掛 總之 好啦這個這個bug 我會跟光光分享 然後到時候請他們把這個bug 看能不能修掉 這也是維護其他玩家的權益 所以我還是說 你們就是在訓練場玩 不要去那個真的模式裡面 這樣被檢舉到時候 你的帳號就沒了 這邊還是要跟大家強調 OK 我們再一次吧 這個很好笑耶 這個玩法真的是蠻有趣的 變身 可惡失敗了 他我發現這呆呆龍 只要有動到一次以後 你就 你就沒有辦法再 用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先重置呆彈的位置 他的呆彈的位置跟 呆彈被我打死了 呆彈的位置跟 那個小馬一樣 就是位置不能動到 他原本這個位置 如果你動到的話 就不能用靈魂脫物體術了 我剛剛我現在測試的結果是這樣 然後其他載具 他這個沒有附架值做 所以沒有辦法用 還出來還出來 還等他一下 我們不要開到他 希望不要有玩家來 我們現在趕快 守好 好像應該有了 靈魂脫體術 這樣就可以 靈魂脫體術 可以用出來 只是 你鯊魚可能會一定卡住 然後你看我們人 現在是開在那個 呆彈龍上面有沒有 就很奇妙 好像我們鯊魚出來了 鯊魚出來了 呆彈龍在那邊 欸他們有發現嗎 他有發現這件事情嗎 哈哈 很奇妙 他也覺得這個人的鯊魚 為什麼上面沒有人 呆呆喔 在騎鯊魚 OK 然後我們現在要用一個 穿穿越的方法 現在你用完時空交往以後 對不對 然後呢你就按取消鍵 欸怎麼沒有 欸怎麼沒有 應該會有啊 奇怪 竟然沒有欸 真奇怪 竟然沒有 竟然沒有 欸我原本測的時候有那個欸 無限穿梭欸 我們去單人好了 單人模式應該比較好用出來 然後分身 分身出來後呢 我們可以稍微 應該是稍微有遠一點點吧 看一下 有遠一點點 然後我們試一下 傳送膠囊 試完傳送膠囊後呢 我們把這個 宰具退掉 欸怎麼沒有 欸 欸有欸 你們看 傳送膠囊在這邊 欸奇怪為什麼沒有成功啊 我記得有啊 其實你們看到很奇怪的是 傳送膠囊 剛剛在小馬身上有沒有 所以我現在應該是靈魂脫體了 我的人靈魂脫體了 我現在去開載機就知道了 奇怪沒有吃出那一招欸 那招可以用的出來也對啊 啊哈 又來了 幽靈馬車 欸這個 這邊招好多招給你們 幽靈馬車 然後這個人在幹嘛 哈哈 他在開車子 他在開車子的動作欸 有夠奇妙的 我在開車子 你們看 是我在開車子 那我下來後人就會傳過來了 上去後人又過來了 啊 這什麼鬼畫面啊 超好笑的欸 怎麼會有那麼奇怪的事情啊 欸那我我按副駕駛座的話就會回來 然後按主駕駛座 又回去了 太好笑了 超奇妙 好啦我們現在先回來 我們現在應該是重新 好 上來他 好我看一下喔 喔回來回來 OK回來了 再試一次 欸失敗了 他從重新裝 那我們去試另外一隻好了 欸這個該不會是官方留的彩蛋吧 鬼月彩蛋 鬼月彩蛋 這月份才有的 下個月份就沒有了 九月份開始就被改掉了 剛好是鬼月彩蛋啊 欸唷 幽靈馬車 鯊魚脫離樹 靈魂脫體啊 OK來了來了 可以了 準備了 不要動他的位置會比較容易出來 就是靈魂脫體 OK 靈魂脫體了 現在我們的人是坐在呆蛋的上面 然後鯊魚的基本上是可以移動的 可是要喬一下 我先用傳送交換試試看好了 好 其實我現在在開這個鯊魚的時候 那個人物在上面的動作是 是像在開鯊魚一樣 你看他在開鯊魚有沒有 很像在開呆呆龍 畫面現在開呆呆龍一樣 呆呆龍加鯊魚 這畫面很奇特 一個奇葩的畫面 欸 他現在傳送交換應該是有出來吧 你看現在人在這裡有沒有 沒有出來欸 好吧 那只能夠分享影片了 欸 像一樣是如果你今天用這招以後 靈魂脫體完後 人物會在呆呆龍上面 然後你的飛碟上面就沒有人了 我現在開飛碟沒有人 那我們騎霸王龍應該也是一樣 欸 騎霸王龍有欸 要有副駕駛座好像才不會有 欸 我這樣做副駕駛座 人物會傳送欸 超奇妙的 等一下 所以我現在人到底是在哪裡 這個Bug真的是太奇怪了 我現在退出的話 人會在這裡有沒有 可是其實應該還在呆呆龍上面 因為我沒有正常方式下來嘛 然後現在我只要開其他載具 就會變成透明人 變成透明人的線 而且欸 開起來感覺怪怪的 開起來畫面不太對 怎麼變第三人稱了 變第三人稱欸 哇 我又抓到好多Bug 然後一下以後 人物就會回到 然後一下以後 這個地方了 這個是有點奇妙 那我現在 載具 你看現在載具會做到兩個 我們要重做 一定要有些下來的動作 你才會重置才會回來 總之來講 遇到這Bug的時候 你們就是先 重新做載具 就是退出載具再重新做 然後再來就是海王卡的Bug的話 就把海王卡丟掉 重新裝就可以了 就會恢復正常了 目前我的解決方法是這樣 然後這個無限的傳送膠囊的話 我給大家看一下畫面 好像大家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沒有很帥 就是你人物會在空中一直無限的循環 他算是維持一下秒數啊 可是你覺得 然後魔王使用什麼拳 拳擊速還是什麼 然後就是讓大地裂開了 啊我知道 陣陣果實啊 白鬍子的人力啊 陣陣果實 很像地震波一樣 這超帥的 啊 總之來講 今天分享一下這個有趣的Bug啊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在訓練場玩就好了 跟多人遊說的場 正常模式還是強力建議大家不要在那邊玩 因為有可能會被檢舉 被檢舉後你知道可能就沒了 然後拍這個也是跟大家分享 鄉長拍這個有趣的Bug啊 我覺得真的還蠻可愛的 因為這遊戲Bug真的是 超級多 然後超級有趣 然後所以呢 大家可以在寫暇之餘呢 可以到訓練場來玩玩看啊 然後不要影響到其他人的話呢 應該都是武山大雅 今天遊戲玩到這邊啊 更多的遊戲Bug跟攻略呢 都分享在我的頻道 鄉長派對清單裡面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然後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可不可以來喜歡持續訂閱我打開通知鈴鐺 後面繼續分享 像我拍的攻略跟情報 也記得訂閱Youtube主頻道 或頻道玩具頻道哪一頻道 追蹤我TOOSHIG粉絲團 搜尋我不喝哪一題會找我了 也謝謝你們的收看 我們下個遊戲見囉 掰掰 掰掰